我們要請教主席 你怎麼看 柯文哲這種態度 就是剛才議員說的這樣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整個市府放空城 然後幫自己的黨啦 在那邊壯大自己的黨 結果呢 這個事情 這個副議案一出來 結果他開始回頭 你怎麼看柯文哲這樣的態度 這個柯文哲 我們這個沒有跟 所有的民主已經很久了 現在要落台 我覺得 我不太喜歡在他身上在講什麼 不過這件 我想剛才蘇陪說得很清楚啦 你自己不用心去好好的控制你想要過的東西 現在還在發脾氣賣別人 是 這也是他一貫過去做事情的態度啦 出事情比較大 聲量很大 想去賣別人 大家就不知道錯誤是他造成的 忘記了 所以這是他的一貫的模式 我是不予置評 而且他還挑戰 做給媒體看是不是這樣 是 這個部分他很厲害 說真的 他當那個事情對他不利的時候 他會用發飆 或是說好 抓狂 把那個焦點模糊掉 所以他一貫都這樣嘛